第281集 当真了 果然啊 当对方小心翼翼地搜索过来时 发现了这边的灌木丛有倒幅的痕迹 于是更加小心地向前靠近 但是当靠近小树坑时啊 自己的枪还没响呢 头上就开始冒烟了 莫小于是将枪伸出坑口 枪管藏在了灌木里 听到了脚步近了 凭感觉扣动了扳机 击中了对方的胸部 仰脚刚刚合适 我靠 果然是你 小子你哪儿的 报上名来 也回去找你喝酒去 对方带着威胁的味道问道 莫小于慢慢地搜刮着对方的设备 看着涂着迷彩的脸笑道 找我喝酒啊 行啊 我等你 唐州董子墨 董子墨 好小子 你给我等着啊 老子要是输了这一场 肯定会去找你要回这面子的 好啊 打个赌呗 你要是不敢去 你就是王八蛋 我等你 莫小于故意激将道 龙又轩听莫小于提到了 董子墨不忧的心里一惊 但是看到莫小于是在开玩笑 诱导着傻大兵去找董子墨的茬 这不是找抽吗 笨蛋 回去问问你们头董子墨是谁 输不起啊 龙又轩走过来看着对方说道 龙小姐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我是说我们 我来过好几次了就没赢过你们 怎么了 这次就蔫了 龙又轩问道 对方在龙又轩面前居然闭嘴了 这让莫小于感到很奇怪 但是刚刚自己问过他 什么都不肯说 那既然如此 自己又何必追问呢 天渐渐亮了 夜市仪发挥不了什么作用啊 但是对方死了两个人之后 还有八个人呢 不知道自己那些队友 是不是也干掉了几个 当莫小于和龙又轩 一起摸到了藏匿地图的地方时 发现对方啊 不但八个人全在 而且呢 莫小于这边的人全被俘虏了 完了 我没戏了 龙又轩扒开草丛看了看说道 哎 是啊 我看也完蛋了 看来这打仗还得靠当兵呢 靠你们这些富人都得完蛋 不当汉奸就不错了 莫小于喃喃自语道 哎呦 有国有民呢你 我怎么听着你有点仇富的情绪啊 龙又轩问道 也不是那么回事 事实上和富人比起来 穷人当汉奸的几率要小很多 因为他们没什么可保护的 但是富人就不一样了 心里装的东西太多了 哎 不行 即便是完蛋了 我们也得干掉他们几个 要不然显得我们太无能了 莫小于说道 现在是白天 不好弄吧 龙又轩看着对方的站位 很专业 那几乎是无懈可击啊 但是不论怎么样 我们也得把子弹打光吧 即便现在不是战争 就这么站着走出去投降啊 莫小于皱眉问道 龙又轩黯然不语 看着莫小于的样子心想 嘿 这小子不会是入戏太深了吧 师姐 你在这等我 我去试试 莫小于说道 我跟你一起去吧 龙又轩仿佛是受到了感染 说道 太危险了 这里离他们还稍微远点 你在这藏好就行了 我也不走远 他们肯定会很快发现我的 你还是不要跟着我了 莫小于说完笑笑 端着枪冲进了树林 龙又轩看着莫小于 缴获来的瞄准镜 看着远处的蓝队 他们已经张开了大网 就等莫小于和龙又轩 自投罗网了 而红队的那些队员呢 都开始准备烧烤了 单等着蓝队收拾完自己的同伴 就可以开饭了 哎 你说那两人 不会是开车回城了吧 蓝队被自己打死的两个人 坐在一块聊天的 不可能 山下人没消息 肯定没回去 我感觉他们是不是迷路了 迷路这会儿也该到了吧 我都饿了 赶紧开饭吧 一个人仰面躺在草地上 深秋的草地已经枯黄 但肾势松软 太阳一照 让人感觉懒洋洋的 但就在此时 一声枪响打破了这里的宁静 枪响过后 一个人站在树下无奈的耸耸间 头上的信号烟已经冒出来了 又一个被击中了 此时啊 所有还活着的蓝队队员 无不赶紧握倒 赶紧找隐蔽的地方 但是依然还是晚了 就在剩下的七人握倒之后 发现啊 自己还是被击中了 也就是墨小鱼连开了两枪 枪枪命中 这真的很罕见啊 嘿 我说啊 这小子我对他越来越感兴趣了啊 他要么是个警察 要么就是个退伍军人 要不然怎么会有这身手啊 你那个俱乐部不是招教官吗 我觉得这个人值得花点钱啊 最先被墨小鱼打死的那个人 坐起来看着林子 对身边的人说道 看看这小子 到底能赶到我们几个吧 挺住啊 隔几个 此时蓝队指挥官摆摆手 示意余下的六个人 留下四人守在这里 其他两人迂回搜索 像这种情况 只能是扩大范围 绕到对手后面去 否则只能是敌在暗 我在明 永远都是被人牵着鼻子走 而且恐慌的情绪会越来越大 红队的俘虏们 开始嗷嗷的叫唤起来了 他们没想到啊 那一男一女还真是有点胆子 居然干掉了这么多人 四个呀 他们以往最好的战绩是 合伙干掉了一个蓝队队员 红队俘虏呢 也不做饭了 都停下来看着四周 希望再次有奇迹发生 但是令人失望的是啊 再也没有枪响了 因为派出去迂回的队员 带回了龙又轩 他被俘虏了 来 喊话 再不投降 俘虏全部枪杀 蓝队队长和他们的队员们 藏起来 然后将龙又轩推在前面 开始对着树林里喊话了 莫小鱼 投降吧 投降就开饭了 蓝队队员大吼道 从莫小鱼的角度啊 再无可以击毙对方的可能性了 僵持了一会儿 终于端着枪走出了树林 红队队员是一片掌声 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 让在场的人惊得是目瞪口呆 小子 把枪放下 投降 虽然不错了 但你们还是输了 蓝队队长终于仔细地看见了 莫小鱼是谁了 普普通通的一个人 毫无特点可言 但是给他最深刻的印象是 莫小鱼的眼神 坚毅 而且桀骜不驯 虽然这只是个游戏 但是从他的眼里 你看不到游戏的味道 因为他当真了